既然打电话没用 那就别怪我 直接加访了 王小师爸爸 王小师老是在学校里炫耀各种东西 搞得大家都无心学习 你可得管管他才行 许有此理 那些小玩意儿有什么可炫耀的 真是就是 今天让你开开眼 什么才是真正的硬货 这是我的黄金超宝 全世界只有一辆 这是我用纯金打造的超豪华别墅 就连这座黄金矿山也是我的 看来王小师还是保守了 摩小木爸爸 摩小木学习太用功了 人家吃饭他学习 人家上上所他还在学习 你得告诉他学会劳逸结合 请不要打扰我 我心里只有工作 可是今天是周末 我就是要趁别人休息的时候偷偷加班 卷死他们 这就是传说中的卷王 有其福必有其子 可小平爸爸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可小平总是喜欢挑我的错误 一点都不尊重我 老师你别急 慢慢说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怎么能不着急呢 老师你读错了 不是着急 是着急 等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怼我 读错了 是对我 第四声 可小平上课就是这样子 跟你一模一样 应该读一模一样 我不想再听你唠叨了 不是唠叨 是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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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唠叨